不仅是断除淫欲 五欲都要断 尽量地把它坚信 不要刻意地去求 大臣经教里头佛常常教我们 随缘而不攀缘 这就很好 这个意思就非常好 可是 为什么一般人放不下 我要吃饭 我要穿衣 我要住房子 你叫我多放下 我怎么生活 所以他就放不下了 那真正能帮助我们放下的 实在讲 懂因果 你就敢放下了 英国入门的书 我觉得 了凡私讯 好 对我们真正有帮助 了凡私讯给我们讲一个重要的事实 那就是说 一赢一桌 莫非前定 不是你 能赚到的 你能求到的 不是 命里注定的 命里的谁注定的呢 自己注定的 这佛讲的很好啊 余知前世因 今生受这事 你要晓得 你前世造的是什么因 这一生所受到的 这一生所受到的就是 果报嘛 余知来世古啊 今生做这事 这两句话要参透了 你就感受佛了 我真放下了 过去所造的一 这一生当中 我承受 如果我没有做 饿死的那个业 我什么都不求啊 大概每天还都有吃的 不会握着的 我说你命里 不是饿死的命吗 那你不是冻死的命的时候 你肯定有一副船 你着急着急着热干什么 过去生争做些什么 这一生当中 没有学佛之前 干些什么 要知道 学佛之后 我又干些什么 你要把这问题 看清楚 搞明白了 你心就定了 没学佛之前 不错 是造了一些我业 无知嘛 过去生中的习气 但是想想 自己真的还有善根 为什么呢 没害人的念头 别人伤害我 我还能原谅他 不跟他计较 这都是善根 这对于我们这一生 跟来生 都有很大的帮助 学佛 学佛之后 懂得了 我在学佛 早年学佛的初期 老四季 老四季叫我布施 叫我学三种布施 修财布施 你的财用 不会缺乏 修法布施 你长聪明智慧 修五味布施 你会得健康成熟 这是很浅的 不是深意 它是真的 它不是假的 我很听话了 一教修行 那个时候 生活非常艰苦 老四季告诉我 前世没有修财布施 所以你这一生 生活非常贫穷 也没有修五味布施 所以你寿命不长 还算不错 你还修了点法布施 有一点聪明智慧 现在如果肯努力 去补修这两样 来得及 那是我26岁 张家大使告诉我的 我跟老师讲 我没有财 每个月这一点工资 仅够生活 还要很精神 哪有钱不是 他问我 你一毛钱有没有 一毛钱可以 一块钱 一块钱也可以 你就从一毛一块布施 这一毛一块 怎么个布施法呢 这接触佛法时候 晓得佛法是大学问 不是迷信 所以也就开始逛寺庙了 从前是决定不会到寺庙去的 因为他是宗教是迷信 那么到寺庙去找经书看 也认识很多学佛的朋友 看到他们印金 印金的时候拿一个单子 大家来凑钱 印金 多少布局 那我们写一毛也可以 写五毛也可以 写一块也可以 就 老师教的就真干了 再一个放生 放生也是大家 拿个单子来凑钱 我们就是真的 只一毛一块开始 这样做了 大概做了三年 收入就比较多了 多了呢 有多少就失多少 不留点 这越失越多啊 真的 一定不假了 越失越多 钱从哪里来的 不晓得 反正有钱就不是 就做好事 没有钱 比有钱 好啊 因为有钱 还在想这个钱 怎么用法 把它赶快用掉 没有钱 就不要想这事情了 老师要我学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一生 没有庙宇 没有寺庙 过游牧生活 哪里有云 哪里去 这一点我学到了 学佛六十年了 讲经五十三年 真的 哪里有云 哪里去 很自在啊 过方的供养 越来越多了 我是学映光大师 做一桩事情 印尽不识 我不干别的事情 所以这个道场里面 这个金书光碟 都是免费借员的 社方供养啊 我做了这个 印光大师 一生就干这个 对于灾难的救济 都是从印金钱里面 提出一部分 去振灾 而是以 印诵经论善术为主 这好事情啊 友 阻振 affen 感谢观看